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冰融化 海平面上升 科学家预言2030年 北极夏季海冰即将消失 海豹能悠有的浮冰不在 北极王者北极熊真的会因为全球暖化 无家可归找不到食物吗 2023年 北极迎来史上最温暖的夏季 北冰洋冰层加速消失 我们跟着台湾科学家踏上旅程 前往北纬78度 最接近北极点的国度 要找出冰川消融的蛛丝马迹 亲眼目睹气候变迁的真相 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成立北极探索队 将开启台湾北极研究新业 锁定有丰富冰川地形的挪威冷岸群岛 冷岸群岛位于北极圈 在北冰洋 巴伦之海和格陵兰海之间 面积约台湾的两倍大 也是挪威最北界的国土范围 飞越大半个地球 长途跋涉7700多公里 经过三次转机 总共飞行快20小时 我们终于抵达冷岸群岛的首辅 北纬78度13分的朗伊尔城 短暂休息一晚 未知的挑战即将展开 团队要前往的北极研究站 在北纬78度53分 奥斯卡二世陆地上的卡比奥拉平原 比朗伊尔城在更北边一点 在坐了快四小时的船 终于到达此行目的地 这一天 你好 很高兴 歡迎光臨 卡菲歐拉海岸正前方 有一道狹長的陸地屏障 稱為查爾斯王子潛灘 潛灘到陸地間 有一片狹長極淺的水域 由於沿岸水不夠深 船無法直接開到岸邊 在研究站的波蘭 哥白尼大學團隊 開著小艇來接駁團隊上岸 出燈北極研究站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冰天雪地 放眼望去除了遠方的冰川 眼前所見近是一望無際的 土黃色大地 還以為來到無人島 可能會對北極有一個誤解 想像的那個 你們是在冰天雪地 然後暴風雪幹嘛的環境工作 但其實沒有 它就是除了風大的時候以外 它的天氣其實不會到那麼惡劣 可是也因為我們是夏天 冬天又是另外一回事 六月底到八月正值北極的夏季 也是永驟期 一天24小時都是白天 也是北極溶冰的季節 這一大片沿海平原 是以往船員或漁民捕魚 捕金中途站時停靠 和咖啡休息之地 因此被稱為Cafiora 如今被挪威政府 化設為自然保護區 一般觀光客無法上岸 唯一的人造建築 就是波蘭戈白尼大學的 北極研究站 現在大家看到 這棟像是小木屋的房子 其實它是波蘭戈白尼大學 在北極地區的 極地野外工作站 台灣中央大學地科院團隊 跟他們合作了將近三年時間 今年也正式成立了 台灣極地研究中心 提供一個平台 讓更多的科學家 可以研究極地全球暖化 跟氣候變遷相關的議題 台灣團隊是全球為二 在此處做北極科研的國家 Cafiora的神秘面紗 也即將被揭開 熔冰的夏天 溫度約攝氏4到6度 適合科學家做地質觀測研究 但也是北極熊 尋找獵物的季節 好像大家看到 這個儲藏空間的外頭 有非常多凹凸不平的 其實這個是北極熊拍打 還有去抓牠所造成的一些痕跡 為什麼呢 因為這間儲藏室 牠是來放食物跟一些罐頭的 所以可能北極熊 牠有聞到一些食物的味道 所以牠就來這裡來看 看到底裡面是有什麼東西 距離研究站不遠處 我們也發現了 北極王者出沒的蹤跡 好 新鮮 新鮮 貓 貓 貓 那裡我們這站滿近的耶 近的超近的 對啊 我沒想到牠會走跟不上來 而且牠起來都很新鮮 這代表我們已進入 北極熊的生活範圍 冷岸群島約有3000多隻 北極熊七席 得時刻注意自身安全 因此來到研究站 首要學會如何使用來福槍 所以傑克你用了牠的刀 是因為可能 在危機的情況下 像我們前面的 或許你被捕捉了 我必須知道如何使用它 對 我們把刀放在牠裡 要把手放進去 現在是準備開啟 把手放在你的肩上 很嚴重 然後把手放進去 這樣可以嗎 有點害怕 開槍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 因為萬一殺死北極熊 政府單位會詳細調查原由 好 開槍 開槍 野外觀測考驗不止一關 除了要小心常為北極熊的獵物 最重要的就是天氣狀況 Cafiora總共有九條冰川 葉怡慶副教授深耕海域政策探勘 及海洋地球物理 將目標鎖定最大的Avatmark冰川 將探測冰河前圓峽灣地形與地貌 解開藏在其中的冰川 永洞謎團 Avatmark冰川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跟其他冰川不太一樣 一般來講冰川退它就會一直退一直退 可是這Avatmark冰川呢 它有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會突然間往前跑一段距離 而且是很快速的往前移 然後那個叫做 A Glacial Surge 在出海任務前 得先去冰川前園 探勘地形 我們為什麼只能用走路的方式 因為其實在Cafiora這邊 它算是一個國家的保護區 這地方是沒有辦法有任何的交通機具 在這裡作業包含任何的大型的輪子都不行 因為可能會破壞這裡的環境 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終於快要走到Avatmark冰川前園 在那裡看到這個白色的圖片 我剛才到達兩年 沙漠還在前面 兩年後沙漠已經在後面 然後沙漠已經在後面 在2018年 我從Cafiora的照片 沙漠已經在前面 沿著海岸邊 往冰川方向前進 團隊也找到了冰川 快速消融的證據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石頭 其實本來都是被埋藏在這個冰川下面 那在這個近幾年 大概三到五年前 才因為冰川的褪卻 溶解然後整個才露出來 所以等於是以前並不知道這些構造 但是這個斷層實際上可以看到 它是切過所有的層面 所以它可以是有點像是 而且是往下掉的 所以可以說它是一個正斷層 在台灣可能要經過 繁複的挖掘草溝作業 才可能找到斷層的蹤跡 但在這裡 由於冰川融化 一個教科書等級的正斷層 就出現在眼前 我們現在去沙漠的沙漠 這是沙漠的沙漠 這是沙漠的沙漠 這是總統的 所以尊敬它 所以我們去沙漠 我們去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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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去沙漠 我們去沙漠 我們去沙漠 但是這裡已經很危險 所以我們在沙漠 因為我們要看 沙漠的沙漠 因為它已經在沙漠 所以我們還要看 然後去沙漠 沙漠 然後去沙漠 是很容易 像這種水 有地方是最好看的 可是很容易 是很容易 各位都要看沙漠 好 好不容易经过重重泥巴关卡 终于来到冰川前缘 我之前就会想说 冰怎么可能是蓝色的 因为我们冰箱的冰就是透明的 站在这么大的地方 我真的会觉得人类真的超级小 阿华斯马克冰川总长15公里 宽约3.5到4.5公里 总面积约73平方公里 是奥斯塔二世陆地上第七大冰川 正当大家沉浸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宫时 突然听到像是打雷般的声音 我们背后听到冰镇的声音 一系列冰镇之后 前面那块冰肺就整个垮下来 走 走 没等我们反音过来 带头的Jack 大喊 要大家赶快往高处跑 突然 突然 现在直接值得了 冰河崩解的瞬间 百分之后很常发生 不是每天都這樣嗎 每天都這樣 喔 掉了 這個很大耶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 它是有可能造成一些小海嘯的對不對 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其實是冰川的 最前緣陸海處的崩裂現象 因為冰川最前緣陸海處其實是已經非常脆弱 所以其實如果用非空拍機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很多冰塊已經裂開成一塊一塊 所以它很容易滑動 那一旦它滑動就會崩下來 它就跟海嘯一樣啊 像剛剛那個盪豬然大一點的都是 因為這是一個峽灣 所以說當它產生一個海嘯呢 海嘯的能量是四面八方擴散的 碰到另外一邊的這個岸邊 然後又再打回來 所以它會一直在這個小岸裡面震盪 所以這是它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這個小岸很小 所以它震盪的能量會來回一直震盪 氣候變遷對極地造成的衝擊 在我們眼前真實上演 波蘭團隊曾用衛星影像分析 Alpha Smart冰川 從2000到2020年 平均每年消退40公尺 有時甚至會退到數百公尺 以前都以為說全球暖化 好像不是那麼直接的感受 那來這邊之後呢 你看到聽到那個冰鎮 你發現說短短的兩個小時 竟然就發生好多事 甚至那個冰塊崩塌的速度非常快 從另一頭走到Alpha Smart冰川上方 又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這個冰的聲音 很可怕喔 是活你的嗎 它那個崩裂其實 就是不光是它有沒有Calvin 我覺得其實我們右邊都有可能會掉下來 因為它那裡其實是在滴水 冰鎮聲音此起彼落 彷彿是冰川再向人類發出求救訊號 全球暖化的速度 可能比你我想像的還要快 現在大家看到呢 在海面上所漂浮的浮冰 就是北極海濱 那麼國際有研究顯示 到了2030年北極海濱到了夏季 就會全面融化短暫消失 要直到秋冬季節 氣溫降低了才會重新的結冰 而這個時間點呢 比原本預期的 還要提早十年發生 冰川崩裂每天都在發生 這些掉落海中的浮冰 彷彿海濱的眼淚 北極海濱溶解消失 以示加速進行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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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